它給我的感覺 它真的像一種花、很柔弱 或者更加強說像滕蕾辰 很柔弱,但是又很有韌性 剛才包括廖老師也提到了 他的這種滕漾的、會禪忍的、那種韌性 這個補充一下我跟它的感覺 然后在她的作品方面呢 其实我也有一些问题是想问到叶芳姐 可能会有一点尖锐 就是说现在在当代艺术界呢 玩跨界 玩多媒体是非常时尚的 特时髦 大家都在玩 而且我觉得叶芳姐玩得非常好 因为她真的够聪明 就把这些包括影像 然后包括装置都玩得很好 然后呢我想问就是说 你在玩这些元素的时候 你是不是这是你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你觉得我的绘画作品 整个就是说相对可能会相对容易 到时候会有一种过于单一 然后呢我想用这些方式来弥补的不足 比如启明是我这样问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因为叶芳姐整个的创作的题材 也相对比较集中 就比如山水 然后呢以及兰花竹子和牡丹花 就是假设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以后一定会有带有其他的场合 和机会做个展 以后可能会更大型 更大空间的这个展览 那如果在一个更大型的空间里面 这个题材如果还是 就是这些相对固定的 会不会是整个展厅里 作品呈现的面貌不过于一致 所以就是在题材方面 您还会有什么样的考虑 刚刚说到当代艺术 好像当代艺术很多面向 那刚好就说 给我们一个努力 但是我其实我凑重 完全没有刻意说 我要当代艺术 或者我要多远 我要多面向 最主要是因为我的爱好太多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刚好 借着这个不同的人数 不同的材质 把它全部玩在一起 那我希望它是 就是说虽然是不同的材质 但是它都可以非常融合 成一体的感觉 就是不会各个不入 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 也非常地努力 希望把它做得很好 谢谢 但是就是说 当然还是要继续地 更加的 就是多 比较多地思考 谢谢